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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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看看 他通体发白 种种的眼泡好像能装下整个宇宙 瓜类专家宣称该物种将被命名为 总演大蛤蟆学名 悲伤感觉性 好了 我的特别好 他要发一个视频微博 三分钟内容是夸苏醒 那跟我被围攻有什么区别 因为你不是要来复仇吗 我就没有发过那么长时间的微博 三分钟不多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演唱会要有我们两个的名字 海上飘着一只桥之船 山与海相依偎了这天 满山晃晃晃天空的蓝 暗脸教书醒 张远 王月鑫三人唱歌 你觉得他们三人谁唱得最差 用假麦了 我觉得至少我还能教他们三个人的话 说明他们三个人还有救 假麦 等一下我理解他这个逻辑 他这个意思 说他还能教我们三个人 证明我们三个还有救 那反过来就是我没救了呗 你和苏锦的灌压之争持续到了现在 在节目什么都要比一比 你怎么看 为什么有这么强烈的胜负欲 我 对 胜负欲 让我们有请王月鑫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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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 这段开放麦信息量极大 主要是上次伤害我太少了 我都不知道北京欢迎你 还有你 请王月鑫进入真假麦 就这个为止玩不明白 这个我当仁不让了吧 你之前在这里说最讨厌的人是我 今天我来到了现场 你当着我的面让你再选一次 上次还狡辩说选错麦了 我们这个兄弟团里 你最讨厌谁 我最讨厌陆虎陈竹轩王真亮张远 我耳朵不好 谁的名字没说 还有一个昏迷他没说 行吧 上期节目 你一直强调自己的少年感 今天我来了 你还这么想吗 这是那一出名场面 张远 有时候少年感 我需要用蹦打来体现 是吗 就是这么说吧 请认真回答这个问题 对不起 哎呀我不太舒服 不舒服了 是这样的 因为你看你啊 你现在连个女朋友都没有 我们都有那么多丰富的人生经历了 你当然是少年了 哎呀 这话说的 又不是没谈 那他现在在哪呢 在歌里啊 在别人的婚礼下 那既然刚才你觉得 他的动作很浮夸 请让自己用精湛的演技告诉大家 什么才是真正的少年感呢 那你都没谈 你擔心 我会想你的 我会很想很想很想你的 你说这些经过 听话没有什么 却遇见你 这个影呢 最好的我们里面经典台词 这个18岁以后就干不出这事了 好 那么王月鑫 他的个人快乐值是多少呢 请看大屏幕 四十九万八千五百 好吧 当少年的梦照进现实 最可贵的是一路相伴的人 从未变过 你们吃了吗 要不一起吃点 好啊 正好和你们分享一个 我最近很喜欢的早餐吃法 月鲜活鲜牛奶配奶片 累了 走一个 漂亮 哇 这一早餐绝了 可以加一些自己喜欢吃的水果 干果 这样呢 营养又健康 我看起来就很好吃 来 我先试试是吧 来 来 哇 哇 牛奶麦片 已经是经典搭配了 换成更好喝的鲜牛奶 月鲜活果然是味道又上了一个台阶 嗯 最好吃 知道吗 这个房间啊 几乎成了我们的专属餐厅了 我记得上次月鲜是 教我们用这个月鲜活做了特调咖啡 这不得是让月鲜活看到我们强烈的愿望 争取早日再就也成功了 你看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用0.09秒的顺时索鲜技术 流出的牛奶原本的味道和更多的鲜活营养 让牛奶的口感更加的纯粹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碰个杯吧 感谢月鲜活 今晚演出顺利 顺利 干杯